三国争霸 具天下之才 英雄废出 我们平篮远眺 登楼怀骨 纵篮大地神舟 看遍天下英雄 千古兴亡多少事 不已成败 论英雄 王老师您好 孙老师好 欢迎您又一次来到经典泳流传 掌声欢迎王佩宇老师 我还记得上一次王佩宇老师来经典泳流传的时候 跟王老师一块合唱的是落天一 对 今天不是一个人来 也不是一个人来 大家可以猜猜他在哪里 都往天上看 为什么是廖老师 眼尖的观众已经发现 廖老师换上了礼服 掌声有请经典传唱人廖成勇 一季以来 廖老师这是第一次以经典传唱人的身份 参与到经典传唱的环节 我都等了好久了 这个身份的变化 这个身份的变化什么感受 还有点紧张 您两位是怎么 这应该算跨界搭档了 这应该算是 特别跨吧 特别跨 对两种歌剧的方式 一种picking opera 也还是真实 金剧叫对英文叫北京歌剧 picking opera 如果按照我们说金剧是戏曲的话 那么歌剧就是外国人的戏曲 对 对吧 对 所以他严格来说 其实还是在一个层面上 这个应该是东西方歌剧的碰撞 歌剧碰上金剧 但是今天王沛宇老师 您带来的这个传唱作品 是什么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作品是基于廖老师的一首歌 和我们金剧老生行 有一处非常著名的 传统古子老戏的结合 这个戏呢叫定君山 老将黄中啊 这个歌呢是廖老师的一首作品 南箱子 这两个剧种结合在一起 所以蛮有意思的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品 来作为今天两位经典的传唱 因为这两个作品 同为三国的题材 可以在这个作品当中 感受到三国时期英雄辈出的 雄魂气度 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在期待 接下来掌声 有请两位经典传唱人 进入经典传唱时刻 我是经典传唱人 王沛瑜 我是经典传唱人 廖昌勇 我们把南箱子唱给您听 我亲爱的 是经典传唱人 是经典传唱人 大人的传唱人 我们把南箱子唱得很快 是经典传唱人 是经典传唱人 我们把南箱子唱给您听 当黄中 何处往深州 蔓延风光北谷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禁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斗毛 作断冬斩战为休 天下英雄谁的手操留 生死荡入孙中茫 何处往深州 何处往深州 再延风光北谷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禁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斗毛 作断冬斩战为休 天下英雄谁的手操留 生死荡入孙中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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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毛 掌声送给我们两位 经典传唱人 王沛宇 廖昌勇 谢谢两位 三位建厂嘉宾 您先说 不是 您可以坐过去 我等了这一刻好久了 我坐在这儿 让您找一下这个 经典传唱的感觉 面对三个点评嘉宾 来 因为廖老师平时 点评很多的这个经典的作品 以我一个作为听者的角度来讲 我只知道震撼 就是我真的是太喜欢 王沛宇老师 头几句这个开场的面白 给整个作品奠定的 这个基调和颜色 总有一些东西 你觉得是你血液里熟悉的 你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他们 但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你总能找到那种共鸣 所以刚才 真的王沛宇老师上来 那几句面白一下子 就把你的那个心气 给调起来了 所以我才知道 为什么看京剧的人 他叫好 他亲不住 对 他这个是 你看完一个 让你那个浑身鸡皮疙瘩 直起的唱段之后 他这个好 不是说故意我非要叫出来 而是到那个节点上 好 他是憋不住的 好 真的是 真的是那种感觉 艺术还是一定要有包装 和那个形式感的 就像您刚才说的 王沛宇老师唱之前 京剧演员那个 他定了事 像廖畅永老师 因为他确实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他也经常唱 但是当你在身边这样看他唱的时候 和当他穿上他的演出服 当他停起来 然后在那个舞台当中 这样上来之后 那个开枪 感受完全不一样 那是一个用着虔诚的心去听 你才能够听到他们的里面去 才能够听到这个作品带给我们的震撼 这是不一样的 真的 他选我这个作品来 我其实心里边有一点点紧张的 就是我想我们这两个戏曲 虽然是碰撞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碰撞出一个好的火花出来 但是这个曲子是重新编配的 它后半段完全改了 所以晚上半夜回来 我们俩还在这排练 刚才我们俩在上台之前又练 这种紧张 其实一个是对于自己的 专业的敬畏之心 另外一个 还有就是对经典的 这样一个敬畏之心 同时也是对佩玉的 这个敬畏之心 谢谢 感谢廖老师 可能我们对戏曲的了解比较少 三国戏其实有好多 佩玉老师能不能在这方面 也给我们补补课 这个京剧当中 三国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 我们现在大概在京剧舞台上 常演的三国戏超过四十出 那个同一个唱本 还会被改编成不同的剧种 除了京剧以外 你看像关汉清先生 有一个本子叫 关大王独妇单刀会 这个戏就有很多的改编 比如说在京剧里 就叫单刀会 川剧叫单刀副会 你看昆曲叫刀会训子 除了京剧昆曲这些以外 还有什么灰剧了 乐剧了 琴枪了 什么玉剧了 河北邦子好多好多都演这个戏 《空城记》这个戏呢 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人物 因为在舞台上 他从头到尾 基本是一个扮相 其实在老生这个行当里面 他算是符号化的一个人物 因为特别的有智谋 特别智慧 这样一个形象 特别正面 比如说他这个《空城记》里 除了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还有前面 《我本是沃龙岗散弹的人》 对 这可能太有名了 我本是沃龙岗散弹的人 特别散弹 特别散弹 对 这个委员的散弹了 嬉皮漫漫就比较慢 还有一个呢 这个有一出三国戏 叫《击鼓骂曹》 讲的是个名士 《弥横》的故事 它有一段特别快的快版 也很有名 我给大家学学啊 都说京剧节奏慢 我给大家听听 《弥横击鼓》好 行人引力 寒行手挂下 英雄罗婆走天涯 到后来 登台拔帅 副包含世金 帮家明日里 进掌八色马 盘着一丝染黄沙 纵然将我的头国下 落一个马子的名额 仰天涯 好 好 好 这就是京剧中的摇滚片段了 相当于说唱 迷航击鼓骂曹嘛 非常有名的 听着这个气都感觉 传不上来那个感觉 刚才佩玉老师分享了 说在《三国》当中 您最喜欢的是诸葛亮 所以我也特别好奇 廖昌永老师 您最喜欢谁呢 我其实从小最喜欢的是赵云 赵子龙 赵子龙 常山赵子龙 对 我就觉得 第一 我觉得他勇猛 第二 他忠诚 我其实也蛮喜欢周瑜的 就是虽然周瑜的结局 是令人唏嘘 但是《三国》的这种精神 它其实就是不以胜败 论英雄的 对吧 这些人的这种气概 融在我们的精神血脉里 它塑造着 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对 我倒是一直在想 就是为什么是 王老师跟廖兄 在一块唱 我在想可能也是 跟《三国》的内容有关 你比方说一开始 王老师一出来 就有一段京剧的念白 很苍凉 也很飘逸 那就是很浪漫的 然后紧接着廖老师登场 很雄浑 很高亢 这就是英雄主义的 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 这就是《三国》 对不对 我们有那么多的英雄 那可以说是金鸽铁马 那这个风格 它就是廖老师的风格 但是像曹操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比如朝露 去日酷多 那这就是浪漫的 所以有浪漫情怀 又有英雄气概 这就是王老师 廖老师 他们两个风格结合的点 就在这儿 他们两种风格相遇在一起 现在是京剧 遇上了歌剧 是吧 中西的两种音乐的形式 却给我们烘托出了 《三国》的这种气势 气概和气质 所以这个《三国》的文化 对后世影响很大 不仅在中国影响大 在国外影响也很大 特别是在整个东亚地区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学习《三国》的文化 也歌踊《三国》的人物和故事 这对我们弘扬传统文化 那是大有助益的 所以非常感谢两位 今天在现场 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 把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三国》 这样一种浪漫的英雄的气息 表达得淋漓尽致 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佩玉 谢谢廖老师 谢谢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为经典传唱人 王佩玉老师 廖昌勇老师 开启分享通道 我是经典传唱人 王佩玉 我是经典传唱人 廖昌勇 如果您喜欢这首《南乡词》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我们一起分享诗词 传唱经典 谢谢 圣子荡荣 孙中梦 圣子荡荣 孙中梦